欢迎大家来到美日亮光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诗篇102篇 102篇是一首个人的求告的诗 这对我们基督徒而言 可能就是可以体会 这位诗人所面临的祸患 疾病痛苦 这首祷告求告的诗 应该与耶路撒冷的被毁灭 与人民的被鲁有关 所以诗人是先将自己的苦处难处求告神 但是他不定睛在自己的困难 反而是继续为国家人民来祈祷 想想看 有时候我们是否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 却忘了一个人生在群体之中 与群体的生活是应该完全连结的 我们不可能妄想自己一定可以得到保全 国家却在烽火连天之中 诗人原本他祷告自己的难处 他转向一个群体代求的一个转化 但是不论什么时候 我们读到这一篇诗篇的时候 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 诗人有点是非常确定的 就是他相信上帝一定会改变这一切 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祷告 来祈求神 这样的情怀不只单单是指向现在 更是推及到未来 在28节他说 我们的子孙将享受安康 他们的后衣在你的保护下也将防胜 诗人对于神的祈求不只是现在 他对于神的相信与祷告更扩及到未来 他知道唯有国家百姓 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 在他的翅膀腋下才能够得到永远的保障 他更宣告了上帝永远不会改变 他造了一切 这一切也都会毁坏 但是唯有神不改变 10篇46篇第一节也提醒我们 祂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不如遇到怎样的患难 我们就是双膝跪下的祷告 祷告之后等候神的大能 即便环境不会马上改变 但是我们的心境会平复下来 更会发现神会一步一步的带着我们走 不要失去信心 要相信上帝必定会带领 基督徒我们可以向神开口不要怀疑 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 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 我在急难日子求你向我侧耳 不要向我掩面 我呼求日子求你快快应我 这是今天诗篇的第一节 102篇的第一节 第二节提醒我们的 所以不论我们现在遇到什么困难 大胆地交给神 神必要垂听你与我的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